其实我们市面上大部分的甲耳 像铅笔米罗VIB铁板 包括一些软耳对吧 它其实操控方式都是这么集中 比如说云收啊 小跳大跳啊 或者是抽停啊 对吧 其实都适用 其实不管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控耳 对吧 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耳在水里 能呈现一个更好的泳滋 或者说是让耳在水里能更像一个耳鱼 从而让我们的目标语去攻击我们的这个甲耳 其实我们市面上大部分的路亚甲耳 它的操控手法无非就是这么集中 比如说我们这样打出去对吧 无非就是那么几种 第一种就是云收对吧 云收 然后第二种就是小跳 或者是大跳对吧 然后第三种就是抽 抽停 抽 停 抽停 大致就是这么几种 然后如果我们的钓友需要去判断 这种耳它在水里的一个泳滋 我需要用什么样的手法去呈现 也非常简单 就是把我们的耳丢到水里去 看它云收的一个泳滋怎么样 然后云收之后 你停一下 看下它有没有飘落或者是灿沉 对吧 的一个泳滋 这就是停顿 然后就是 去小跳 小跳或者大跳 你看它的大概是泳滋是怎么样 然后你就能判断出 大致这辆耳 比如说我需要在水里 去操控的话 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手法 去操控 去呈现出来就好了 然后就是讲一下我们的云收 其实大部分的绿耳加耳都适合云收 那么像这种云收呢 就适合像一些大范围的快速搜索 对吧 然后速度不用太快 当然除了窗口期啊 如果是窗口期的话 你可以速度适当的收快一点 去打一个 主打一个频率 对吧 然后正常情况下 像我们这种非窗口期的话 你云收的话 就不用收的太快 然后比如说像你的耳有一些 像停顿之后 有颤层或者是飘落的一个泳滋的话 对吧 你在云收的时候 你甚至可以加一点停顿 就云收云收停顿 然后适当调一下 把它调起来继续云收 然后像我们这种云收的话 基本上云全程都有可能给口 所以像我们这种云收的时候 你在中途就是云速收线的时候 一定要收紧线 让让线虚掉 然后第二种就是小跳 小跳或者大跳 普遍用于比较多的像一些铅笔 包括像铁板 VIB这些对吧 它都适合一些小跳 或者连续性的大跳 然后像这个我们在操控的时候 比如说你是小跳 或者连续性的大跳 像这类耳 我们在操控的时候 鱼给口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我们在跳起来之后 那个耳再往下飘落的瞬间 结口是特别多的 然后所以我们在每次像这样 你跳起来的时候 它在耳再往下落的时候 你也是一样的 我们要把这个线收紧 然后鱼给口的时候 你能第一时间去感受 鱼饶饶口的一个瞬间 然后讲第三种控耳方式 就是我们的一个抽艇 那像抽艇的这种控耳方式 你像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铅笔 铁板米诺 对吧 都是可以的 就是在模仿耳鱼 在水里逃窜的一个动作 那像我们这种抽艇的一个控耳方式 它其实在水里的一个老流特别大 其实是比较能吸引鱼的一个注意的 那像我们抽艇的话 它的一个鱼给口的一个距离 就是在我们抽艇之后 这个时候比如说耳 缓慢的再往下沉 或者往下落 往下飘 然后这个时候突然的你的耳的一个启动 这个时候给口就特别多了 然后关于这个抽艇呢 还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我们每次在抽的时候 就是我们每次在抽这个耳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杆子要往回拨 就是回对吧 抽回抽回这样 而不是抽完之后杆子就立在这 然后这个耳在水里 它就是这种你抽的时候 它串嘛 抽完之后你杆子一回对吧 它就有一个更好的泳子在水里 所以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